大家好 我是准时更新从来不歌的星辰 2022年 一部俄罗斯短剧已经上映 便引发热议 讲的是一位87岁老爷子参军入伍 在苏德战场与德国人中门对军 还手出了个刺生波武器的故事 不少观众看完后 立刻质疑 康德神剧 假的 绝对是假的 对此 出品风表示 为了让剧本显得更真实些 我们特地杀了不少真实事件 比如老爷子的经历 还包括给沙皇送大家伙 蹲了30年监狱 是大林子的革命前辈 跟初代导师吃过酒 跟托尔斯泰是好朋友 有请本场主角 通诗歌 知天文 掌握外语11门 上战场 抗步枪 87岁 令熏章 全方位无死角的球形斯拉夫超人 尼古拉 亚历山 德罗维奇 莫洛佐夫 记住是莫洛佐夫 不是莫洛托夫 人不玩燃烧瓶那种低水平的 怎么形容他的经历呢 一句话总结 小说敢这么编绝对要被骂死 莫洛佐夫出生于俄国的贵族家庭 父亲是当地水山的大地主 拥有几百亩麻长 以及卖夜看了都流口水的巨量财富 照理说长在此等富贵人家 过的应该是伦敦喂鸽子 柏林下午茶 北京吃烤鸭 瑞典玩伦华的朴素生活 想的得是王侯将相富贵门 来生还做人上人 但莫洛佐夫的情况有些特殊 他属于私生子 母亲是身份低微的农奴 正是在这种扭曲的环境长大 他从小同情穷人 痛恨贵族 随着年龄增加 更是一步跨入复仇者联盟 经常跟老爹顶着干 少年时代的他仅爱看书 尤其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 但在那个没人敢问 教皇他有几个师的保守年代 这些显然不是啥好习惯 为了掰着儿子的三观 在莫洛佐夫14岁那年 父亲将他送到莫斯科的一所学校 接受古典教育 父亲领进门 走歪靠个人 进入学校后 莫洛佐夫不光自己学 还带着一帮同学 搞了个自然主义者协会 号召大家一起学 当然 除了自然科学外 他们也偶尔一起看点违规文学 经过几年的耳濡目染 莫洛佐夫的格局彻底打开了 看来穷人受穷 真不能全怪老爹这种地主 那他们是沙皇的问题呀 然后他就在学习之余新增了一项新业务 初刊 版报 向同学传播反沙皇思想 在他的努力耕耘下 学校变成了微型巴黎 在这期间 他还完全放弃了贵族生活待遇 搬出父亲购买的公寓 放弃所有的财产 靠着去房木厂赚钱 养活自己 就这样可持续折腾了一年后 1872年 莫洛佐夫受到学校给到的一个 有点好的坏消息 和一个有点坏的好消息 第一 你确实从明后续 但对学校的课程毫无兴趣 所以层级不合格 第二 你另道理很强 但你不断煽动同学 现在学校决定要将你开除 其实啊 这属于是特拉斯跟生产比赖 意料之中啊 上学对此事的他来说 属于24K纯鸡肋 这反而成了莫洛佐夫 放飞自我的一脚油门 本着你不让我学习 我就跟你施不两立 内心毫无波澜的他 决定集中精力 干事业 但学校进不去了 咋办呢 莫洛佐夫决定深入农村 向周围不识字的农民 传播自然科学 在当时的俄国 这种行为就好比是 麦大帅面前装逼 熏踪眼前飙车 指定没啥好裹着吃啊 没多久 他就喜提了当地警察局的重点关注 先是三天两头进去深造 之后更是被逐出莫斯科 当然 此地不留野 自有留野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他直接转场到首都圣彼得堡 继续工作 并且还在1874年底 去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 瑞士 在那里 他加入了名叫第一国际的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 满心欢喜的莫洛佐夫 决心回到祖国 还没到荣归故里呢 刚到边境 就碰到了热情迎接了警察 然后 他被抓了 好在啊 磁腹发动超能力 上架了三千炉步枪的宝石 在警察的监督下 莫洛佐夫住进了在圣彼得堡的一所豪宅 提前填了一把日后 布雷维克住五星级监狱的快感 但美好的时光只持续了一个多月 由于被证实从事返帝活动 然后 他就被第六回了监狱判了三年 作为跟我一样老实八家的人 莫洛佐夫 并没有像科尔迪斯的那群头部玩家一样 组团越狱 毕竟 俄罗斯那么大 你得忍一下 即使跑了你一个 你还有家人了 当然 他也没闲着 找看守要了几本书 在监狱自学了德语 英语和西班牙语 由于时间不过 意大利语还没学完就被放了 也不急了 毕竟在几年后 他将拥有长达二十三年的升级时间 能让他学完十一门外语 一八七八年 刑满货事后的莫洛佐夫 回到圣彼得堡 赶起了老本行 报纸编辑 负责丁烧的秘密警察 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三年 确实让他痛改前回了 然而这边丁烧警察刚一收工 那边莫洛佐夫 不光和之前的朋友建立了联系 还溜到伦敦 与马克思完成世纪会晤 两人相谈甚欢 成了好友 应该说 这三年确实让莫洛佐夫 有了质的改变 比如 靠耍嘴皮子 杀手才能成功 竟然口头输出 解决不了问题 咱何不转型 升级用枪帽表达意见 前途璀璨 说干就干 一八八一年 他的知识者就用多年知识积累 造了个大家伙 想着趁沙皇乘火车 返回圣彼得堡之际 炸毁铁轨 让他也体会一把 开盖有奖的喜悦 可惜的是 由于皇家火车临时发生故障 延迟三十分钟发车 正好错过了 出了这么大事 作为重点对象的莫洛佐夫 自然又被抓 在法庭上 他全程淡定 甚至拒绝辩护 只说了一句 法官您说啥就是啥 我听你的 于是 慈美上门的唐商老爷 直接盼了他 无限期劳益 众所周知 蹲局子得挑时间地点 在北欧蹲 多半是度假 但在1882年的德国蹲 那指定是 没完没了挖土豆 然而没人能想到 这才是莫洛佐夫 传奇的开始 圣彼得堡的监狱里 又潮又冷 内衣每周换一次 每月才能洗一次澡 古拉格大酒店看了 都得说一句 环境恶劣 果不其然 刚入狱一个月 莫洛佐夫就换上了肺结盒 在那个年代 这病属于不治之症 但他居然奇迹般 靠着硬扛 治好了自己 根据他的回忆录记载 为了自救 每次要咳嗽时 他都用被子捂住嘴巴 拼命克制 同时强迫自己 每天做三次体操 其他时间 则围着牢房走动 如此循环往复了一个月后 竟然自愈了 自曾经越过 大难不死 小难不止 监狱里的磨难 远不止于此 由于被列为危险分子 他被单独关押 每天困在 又暗又近的房子里 跟他同时进来的十个人中 有五个人被憋成了神经病 当然 对于患有社交牛逼症的 莫洛佐夫来说 这显然不算啥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 他成天跟监狱神父砍大山 不光精神正常 反而还学了不少知识 1885年 在得到读书许可后 秉持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莫洛佐夫突然搞来了基本教材 不光学完了意大利语 还自学了德语 西班牙语 拉丁语 希伯来语 希腊语 等共十一枚语言 同时 他还报名参加监狱组织的学习班 修读了高等数学 晶体学 实用化学等五门课程 1890年后 随着监狱氛围放松 囚犯被允许订阅报刊书籍 于是 莫洛佐夫又自行阅读了数学 历史 物理 天文在内的大量书籍 并在监狱完成了一本回忆录 以及关于物理学 历史学 化学 天文学 地质学 等多个门类的 共113篇手稿 其中比较聪明的有 物质结构的周期系统 元素周期表 对未来化学的意义 雷雨中的启示 这学习能力来B站打阿宝 绝对妥妥的百搭呀 时间来到1905年 被关了23年的莫洛佐夫 终于等来了特赦 直到此时 当初与他一起入狱的15人中 有10亿人已经死于疾病 重获自由的莫洛佐夫 很快便在门杰列夫的推荐下 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 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任教 一年后 他要高票当选市政府议员 但由于蹲了20多年监狱前科 被强制取消了 当然 人也不惜的吃这碗饭 毕竟此时的他 正忙着一边跟俄国大画家 列宾掏心掏肺 一边跟托尔斯泰 吟试作对呢 在初与后的10年时间 老爷子将在监狱里的 学习成果整理出版 足足有26卷之多 但老爷子的传奇 还远没有结束 1910年 56岁的他又忙里偷闲 发展了个新爱好 飞行器 并在两年间 夹着自制的热气球 三次升空 最高上升到3200米 还飞越了曾经被关押的监狱 虽然这只是 莫洛佐夫心血来潮的小爱好 但却把圣彼得堡的警察 吓得够呛 还以为 他是要夹着热气球 去炸皇宫 连夜把老爷子的家里 翻了个底儿朝天 最终因为正举不足作罢 不知道是出于偶然 还是老爷子的刻意反击 同年 莫洛佐夫将多年来的诗歌 汇集成册 命名为《星辰之歌》出版 里面不乏讽刺沙皇的作品 就这样 经历了两次监狱反省的老爷子 又因为诗歌起脸嘲讽沙皇 第三次入狱 不过 此时已经是 名造俄国的大文豪 监狱仅仅关了他一年 就在各路大咖的联合声讨中 被迫给予特赦 作为半辈子都在监狱度过的猛男 这小小问题 就像探亲回家一般 他甚至利用这一年时间 又完成了一本 关于危机份著作 老爷子爱折腾的心 恍惚没完没了 本着下雨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的想法 一战时 他还请求前往前线 担任战地记者 同时 还干起为伤病员治疗的活 直到自己患上支气管炎 被送到后方治疗 十月革命后 随着苏维埃的建立 眼看理想已经完成 老爷子终于放下一切 全身心的投身于科学研究 不过 一旦发现这些后辈有过犯错 没落左夫也照样登报批评 就老爷子的辈分 即使指着钢铁同志的鼻子 臭骂一顿 人都只能满脸陪笑 对对对 自然也不可能 把他丢进橘子里 只能私下协商 哎呀前辈啊 做得不对的 您私下说 咱别上报 行不行啊 1932年 苏联手与莫罗佐夫 名誉院士的称号 推荐他为 自然研究所所长 在他的回忆下 聚集了十多个 不同学科的部门 都到这份上了 老爷子总该消停了吧 答案还是没有 年近八旬的他 又在1939年 完成民兵训练中的 狙击手课程 并且很快派上了用场 1941年 苏德战争爆发 眼看前线一窥千里 蹲了二十多年牢的 第二故乡列宁格勒 即将被围 老爷子一拍大腿 找上征兵处 要求立即上前线 对于这种要求 苏联官兵果断拒绝了 我们是处于劣势 不是缺少劣势 你个八十多岁的人 上去能干嘛呀 不甘心的老爷子 只能一天一封 书面声明 狂喷征兵处 同时电话轰炸 苏联军事委员会 不断强调 尽管他年事已高 但他的体力上前线 完全没问题 最后 老爷子索性搬出了 去前线测试一款 自行设计的 新型瞄准镜的 合理要求 以及不同意 就让慈父亲自介入的威胁 最终 扭不够的苏联官员 选择让步 允许他以观察员的身份 去前线 但时间只能一个月 想着能让老爷子 知难而退 但莫洛佐夫 却用行动证明 你大爷始终是你大爷 就这样 苏德战场诞生了 一幅世界奇观 一个带着老花近的 88岁白胡子老爷子 利用刚学的 初级狙击手课程 跟一群德国小伙 中门对聚 每次射击前 老爷子调整呼吸 修正风力 瞄准射击 一气呵成 据他战后描述 被他击毙的德国士兵 足足了12人之中 就这样在前线 折腾一个月后 随着战事逐渐严峻 再加上老爷子 实在过于重要 在苏联高层的亲自介入下 才将他 强制撤回了后方 这次任凭他 怎样嬉笑斗骂 也再不准他上前线 无奈的老爷子 只能回到科研岗位上 继续发光发热 不过 为了表彰老爷子的精神 在列宁格勒 围城战胜利结束后 苏联特地颁给了他 列宁勋章 以示鼓励 而这是他拿到的 第二枚列宁勋章 第一枚是在1939年 为了表彰 他在自然科研方面的 卓越贡献 1946年7月30日夜 92岁的莫洛佐夫 让家人将自己移到窗前 因为他想看看天空 老爷子淡淡说了句 再见 星星 随即决定小气一会儿 几个小时后 老爷子被发现 安静躺在座椅上 再也没能醒来 老爷子用彪悍的一生 解释了什么叫 当回首往事时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愧 更幸运的是 折腾了一生的他 最终看到了理想实现 战争胜利 国家强大 1954年 在莫洛佐夫 100周年诞辰之际 著名雕刻家 莫洛维洛夫 为他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以纪念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创造的不朽功绩 本期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一键三连 欢迎评论区留下观点 拜拜